数百名武器爱好者 近日参加了在维吉尼亚州上帝利举行的枪展 上帝利地处首都华盛顿郊区 小商贩们为参观者提供了购买 交易和出售各种枪支弹药的机会 我喜欢射击 喜欢使用不同的武器 这里的一些人认为 拥有枪支不仅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一部分 美国的枪支文化正是如此 这是纯粹的美国式的文化 美国人非常爱国 对像我这样喜欢摆动这些东西的人来说 我想这是一种吸引力 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巴基斯坦裔美国人阿比德·加夫尔在这里售卖枪支 他认为拥有枪支是为了安全起见 如果有人拿枪指着我 我也可以举起枪 我可以保护自己 因为我有枪 但是主张枪支控制的人士认为 购买枪支太过容易 他们认为加强枪支法律可以防止去年2月 发生在佛罗雷达州帕克兰的大规模枪击案再度发生 当时一名枪手在一所高中开枪 造成17人死亡 枪击事件的幸存者也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枪支法律 包括对构枪者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 在别人动手前为自己的权力而战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最近提交了一项法案 授权对持枪者进行背景调查 但是在美国对枪支权力的要求也同样强烈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 美国的枪支销售在过去20年来增长了83% 枪展组织者安妮特·艾略特表示 目前的枪支法律已经足够 人们来到这里选择他们想要的枪 然后填写文件 这些文件会交给州警察 他们会对这个人进行背景调查 他们会进行涵盖了更严格的心理健康问题的 州级别的背景调查 之后还会同联调局一起做一个联邦背景调查 枪支管制条例的某些方面确实因州而异 比如弹架条的合法尺寸 尽管对更为严格的枪支法律的支持 在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有所增加 但这一势头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年后的民意调查显示 对加强枪支监管的支持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仅仅超过50% 与枪击案发生前持平 美国之音记者莫沃尔 维基尼亚州上帝利报道